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界》上回 介绍这一段随唐演绎 上回书 咱们说到 秦穹秦书宝来到了 任秋县吴柳庄 面见大刀王璇王军可 王军可跟秦穹这么一解释 这才释怀 这才理解 善雄信交朋友一片身心 那么要想带这个傻小子 罗氏信 回转山东济南府立城县 这傻兄弟呀 我管了 王军可说 你管是你管 他可能吃 哎 秦穹一听啊 能吃能吃多少 他这饭链 能吃仨人的 多少 仨人的饭链 仨人呐 秦二哥 您这饭链算一个人 仨人 就是您平常一天三顿的 搁得一块 对于他来说 也就刚塞塞牙缝 哦 这么能吃 他能吃多少啊 吃多少啊 您问吃什么 这么说吧 吃烙饼 他能吃多少张啊 烙饼啊 反正他一顿饭 能吃一筷子饼 什么 秦穹这话听不懂 什么叫吃一筷子饼啊 您见过炸油条那筷子吗 见过呀 咱们家里用的筷子呀 哎 长的跟我这扇子差不多 要短的呀 还没有我这扇子长 炸油条那个呢 有我这俩长 这么长 就是那大筷子 大竹筷子 嗯 把这竹筷子 啪 往这这么一粒 二斤一张的大饼 这么大张 往这筷子上一套 扑 落到底 再拿一张 再拿一张 土 落到底 二斤一张的大饼 咱们一张一张落 多暂瞧不见这筷子头了 这叫一筷子饼 还一人 一顿饭 吃这么一落饼 还得来一锅牛肉 我这牛啊 是越放越少 全都让它炖着吃了 好家伙 秦琼一琢磨 我倒不怕吃 慢说我现在有这么些钱 这个北平府啊 老王啊 给了我很多钱 就是我原先的 我的官奉虽然有限 嫁不住我媳妇娘家呀 开着酒楼 吃到吃不穷我 一顿饭 一筷子饼 我还管得起 行行行 好 能吃没关系 他这力量啊 打哪来啊 他这么大的神力 他这能吃 这我包办得了 我管得起饭 那就行了 您在我庄子上 待两天吧 不能待了 归心似箭 实在这一回 我顺家出来的日子呀 太长了 我也别的甭说了 咱们吃饭吧 吃完饭呢 今儿就甭说了 我在你这儿了 明天清晨 我带着傻兄弟 罗氏信呢 是即早登城 回转家乡 好吧 这正说着呢 从外边跑进人来 哎员员员 啊 我们刚才呀 上牛棚查了 少一牛 大青没回来 把罗氏信喊来问他 又把罗氏信给喊来了 哎干什么 大青呢 大青大家不听话 我把鸡就掰下来了 把牛鸡就掰下来了 那活不了了 去 找十几个人 把牛给搭回来 反正又活不了了 咱 今儿晚上清二哥来了 宰牛 炖牛肉 咱们烙大饼 吃 牛肉汤 熬萝卜 会土豆 会胡萝卜 那庄子上就吃这个吗 好 这些人都什么人呢 大乘分斤 小乘分斤 大块的吃肉 是大碗的喝酒 这肉炖得了 别人甭说 一大盘子 先是金石梦奔罗氏信的 就瞧着这大饼啊 就这么一张一张的往下炫 咱也不知他这胃啊 怎么成下的 风卷残云 秦琼看着他吃饭只眼韵 打开了里外的套间 但是踮起了前后的槽牙 真能吃啊 吃的速度还挺快 连饼带肉 就这么一招呼 秦琼汗都下来了 好家伙 要不是王军可呀 提前跟我说 我真没防备 还有这么能吃的人 行 这又够一绝 傻兄弟慢着点吃 哎呀我知道 吃饱了赶紧睡得嘞 明天跟我回家见妈去 好呗 这说着话呀 往这这么一躺 吃饱了食困 沾枕的就着 这嘴里这牛肉啊 还没嚼开呢 这呼噜就起来了 是胡吃闷睡 秦琼汗一瞧 得了 我也歇着吧 当夜无数次清晨 王军可给准备盘费 秦琼说 我不缺钱 哎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预备了几样东西 这是给老蒙娘的 啊 您给老太太带回去 这是给嫂夫人的 这是给孩子的 另外呢 给您带点散碎银两 您路上垫半着花 秦琼一瞧 去之不恭 受之有愧 二哥您可就远了 得了 我送你们哥俩上路吧 好嘞 顺吴柳庄出来 过桥 过了这个护庄盒 到庄的外头 一直就给送的大盗上 秦琼一白手 宋君千里终有一别 他年相会是后会有期 得嘞 哥哥 那我可就回去了 不劳贤地远送 王军可回吴柳庄 秦琼一瞧 傻兄弟还真不错 今儿就不是光榜子 穿大皮裤衩了 还真来身裤裤 可这裤裤 大概不是他的 他的装 不知是吴柳庄啊 哪个家丁的 炫作衣裳来不及 把这现实的衣裳给他了 虽然那位是个大个子 但这衣裳穿他身上啊 像练来的 这裤腿也短一块 袖子也短一块 这衣裤也系不上扣 下边这俩勉勉强强啊 对付上 上边这勉勉强强对付上 中间这几扣我全咧着 秦琼一瞧怪可乐的 哎呀 我傻兄弟 咱怎么走啊 你骑着这个 没机就牛 投了跑你的 我追 啊 追 小兄弟 你可真逗 寻常的马 你跑也追不上 更何况我这匹马 是个千里军 日行一千夜走八百 你可追不上 公废话 你跑你的 追不上 你不会投了等我吗 追不上 我慢慢地追 你放心 我能撵得上 是的话 好嘞 我瞧瞧 秦琼可就上马了 一瞧啊 傻小子在马屁股后头 跑你的吧 走吧 好嘞 傻兄弟 我可投了跑啊 一仰手 啪 就轻轻一拍这匹马 秦琼这匹马可舍不得拿鞭子抽 为什么 宝马良居 舍不得打 就拿这巴掌 啪 轻轻这么一拍 这匹马就明白 让他走 呱呱呱呱呱呱 往前这么一跑 秦琼不敢跑快了 回头这么一瞧啊 嘿 罗氏信在后边四六步 跟着跑 跑离个不紧不徐啊 不离不近 还真追得上 秦琼有心逗逗他 傻兄弟 我这匹马可快跑了 爬你的吧 你甭废话了 秦琼一瞧 那我加快加快 又给这马呀 啪啪来两巴掌 黄标可就明白了 让快跑 四踢登开 中尾乱炸 翻踢两掌 踢跳包 好嘘溜溜溜 啊 加快速度 马一长腰往下这么一跑 秦琼回头这么一瞧 呦 这不黄标马快跑吗 罗氏信也快跑 跑得还真快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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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边请追 怎么跑那么快 秦琼一瞧 我竟说大话 要不把他给甩下 哎呀 我又栽跟头了 秦琼可就顾不了这匹马了 腕子上的悬着马边 可就抄起来了 照着马的三刹骨 一仰手 啪啪啪 就这么三鞭子 这三鞭子一抽上 这黄标可就不干了 为什么他没挨过打 黄标一瞧怎么意思 还嫌慢 得嘞 这马脑袋往先 一扎一长腰 紧跟着这马脑袋 往起一扬 嘻嘻嘻嘻 啊 下轻 秦琼平常也不这么放马跑 所万幸的大道之上 并没有什么行人 秦琼一瞧 我也放放脚里 回头再这么一瞧啊 怎么 傻小子追不上 一开始还看见跑 后来啊 瞧不见人影了 得了 我听他的步 我上头了 找个明显的地址 我下马 让马也歇会 我也歇会 一会他追上 咱们再说 秦琼顺着大道 一看头里有个山环 绕山环有几棵大树 呜 秦琼不跑了 甩凳离安下马 秦琼顺马 披草下来了 这匹马呀 战马不用拴 就把马匠上啊 往马脖上 趴这么一搭 这匹马自己找地儿啃青 秦琼呢 一看这有几棵大树 哎 行了 刚才顺这小山环啊 顺着山势跑下来了 哎呀 我到这棵大树这儿啊 找棵树荫帘 往这儿这么一坐 我歇会儿 刚要往这树根前溜的 就由这树后的 转出于人来 哎 我说 你怎么刚来呀 我这儿等你半天了 啊 秦琼一瞧 傻小子罗世信跑这儿来了 嘿 他一回头 往来路上瞧了瞧 我还回头瞧 他在我身后的呢 他什么时候越过我 记得不知道啊 哎 兄弟 你来多会儿了 来多会儿 我都睡一觉了 你多可气 他跟他睡一觉了 哎呀 我说兄弟 你什么时候超过我 记得 嘿嘿 我没超过你 我一瞧追不上你 我身上的咕噜下来了 顺哪咕噜 顺山上的 你走得空辈 我走得空闲 我一瞧 你跑得势比我快 我甭追了 我一看呐 这儿有几棵树 我顺身上 一抱脑袋 鸡咕噜下来 你看我这衣裳都破了 衣裳破了 身上可没事 秦琼一瞧 王军可感觉没说瞎话 有滚山的能耐 你别这么咕噜 我这不等着你吗 甭你等着我 我等你得了 嘿 你还别说 你说的傻吧 也有心眼的时候 行了行了行了 咱慢慢走吧 慢慢走 多见娘呢 你骑着你这没骑着牛 你跑你的 我呀 在后边跟着 行嘞 秦琼二次翻身上马 秦琼骑马走 他在后的跑 秦琼才知道 他不单跑得快 还有长进 他是短跑的速度啊 长跑的耐力 秦琼一瞧 他这个特长太多了 这傻兄弟真是个人才 你说要一个骑马 一个不鸟 那一定走得慢 由于罗师信他有本领 还很快 艳路无数物 不必坠续 可就到了山东 济南府立成县 秦琼 自从押接着犯人 由立成县购奔长安城 交这股差事 到现在回转立成县 这已然是二年的光景了 往事历历在目 是如在梦中啊 自己一瞧 来到家门口的不敢交集 按说应该回衙门 虽然说自己在山西犯案 发配北平府 有北平府 现在暗销了 没事回来 得上衙门去报道去 可是有一节 想家呀 二年多 没瞧见老太太 没瞧见老婆孩子 先甭上衙门了 我呀 先回家吧 更何况带着这傻兄弟呀 也没法上衙门去 秦琼一琢磨 有什么话明儿在衙门说吧 兄弟 咱们到家了 哎 拉着 罗氏信可就到家门口 他们家住哪啊 立成县水南界太平街专珠巷 到了太平街专珠巷巷 巷巷口的呀 秦琼 这手拉着黄镖马 这手领着罗氏信 在胡同口这么一站 哟 怎么变样了 二年多没回家 我们家这胡同 跟我走势可不一样 原先呀 秦琼他们家呀 这专珠巷那巷口啊 胡同挺窄 进了胡同呢 同一个门呀 是个窦房 第二个门是秦琼他们家 站在这胡同口呢 就能瞧进家门口 秦琼他们家呀 清水挤的小门楼 倒是很干净 可也就是寻常人家 现在他一回来呀 一瞧 这个太平街呀 还认得 这专珠巷不认得了 怎么呢 这窦房没有了 不知搬哪去了 这一门两门也没有了 由这往里看呢 胡同正当家有个大门 整个呀 这院墙是一片 由这个大门这儿拐过去 多老远 看不见底 这怎么回事 怎么二年多 家找不着了 罗石信还问他 哎呀 我说哥哥 家走啊 你不说到家了吗 见娘啊 你带我见咱妈去 别忙别忙 文姬有点恍惚 你怎么连家都找不着了 你可真傻 秦琼一瞧 我是够傻的 我愣让傻兄弟说我傻 你先别着急 我再瞧瞧 呦 秦琼一瞧啊 这专中像 像口往那边走 不往口里看 往那边走啊 热气腾腾 一个大门啊 门口啊 摆着几匹豆腐 这豆腐啊 刚点得 这豆腐您可知道 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买豆腐都买凉的 没有买热的 刚点得的豆腐啊 还不能拿手泡 一碰啊 特别烫 外头您瞧着 不冒热气 里边还很烫 所以这豆腐得晾 晾这豆腐剃啊 它得哗嗒着 它不能这么一摞一摞的 这剃冲这边 这剃冲这边 它都是长条的剃 这么哗嗒着往上搭 就为散热气 晾着几剃热豆腐 秦琼认得了 原先口上这豆腐啊 搬这儿来了 秦琼心得难受 怎么 甭问 我二年多没在家 我们家也搬家了 老太太呀 带着我老婆 孩子 老哥哥秦安 在家里边很难维持 我们家这小院许事卖了 这就是男人不在家呀 这一家的老少 是很为难 那么小豆腐呢 可能也让人家大户之家 把房给占了 不过不错 没几步 就算在原地 又给找个门脸 还卖这个豆腐 我瞧瞧豆房掌柜的换没换 秦琼用手一指罗氏信 你呀 看着没鸡就牛 跟那儿站着 我过去说句话 咱们回家吗 你还聊什么天 这就到家了 罗氏信这儿看着黄标马 秦琼脉步就到了豆房跟前了 到豆房跟前一瞧啊 热气腾腾 烟雾缭绕 也看不清楚 原先咱们口上啊 这豆房掌柜的姓刘 要是老刘啊 那错不了 还是那家 他一赶热气的一喊 老刘头 是老刘头不是 还真是 老刘头啊 点得这几匹豆腐 推的门口亮的 回来呢 这正干杂活 听外边一喊呢 以为买豆腐的 哎 等着 他这摊还没摆 他腰豆腐呢 他得呀 拿着秤盘子 豆腐都是拎筋腰 拿着切豆腐这铲 拿着秤盘子 切完了 他得上秤腰 你要带着铲呢 再给您倒铲里头 要没带铲呢 那您头没有塑料袋 它有纸 拿这纸一拖 递给你 这热豆腐呢 还不能包 这热气要不散不出去 他拿着切豆腐这铲 托着这秤盘子 一转脸 里头有气 外头没热气 他这么一瞧 哟 他就这么一哟 秦琼听出来了 没错 是老刘头 哟 这不秦二爷吗 蹬蹬紧步 老头子跑出来了 拿着这铲 攥着这秤盘子 就往秦琼身的密铺 哎呦 秦二爷 先来个拥抱 秦琼说 哎呀 老刘头您发财呀 我发什么财呀 你这买卖混整了 怎么见得 你看 原先在我们家边上 专注线 把口上 您那个一间半破房 厚的小驴盆 还搁个石墨 每天晚上 做完买卖 你们两口子在后边挤着睡 现在你瞧 这门脸多宽敞啊 我一瞧 这后边近身也挺宽 你这不是买卖混妆了吗 这不还是沾您的光呢 沾我什么光 您瞧 您家里要不翻盖房子 我能沾上这光吗 这不您家了 翻盖那院子 把我那房占了 您啊 给我挪在这儿来了吗 啊 我正要问你呢 专注线 口里这一大片院子 是谁家呀 您家呀 我家 我们家 什么时候有这房子呀 什么时候就您不在这二年呢 不说您上外边公干出差去 做买卖 发了财了吗 你等等我这话多乱 我是公干出差 我还是做买卖去了 他们说您是出差 也不怎么在外边碰上财主了 财主拿出本钱 让您做买卖 说您现在发大财了 反正啊 街坊都这么传 心情一听 这不没意儿的事吗 那合着我们家没搬家 还在那 可不还在那吗 老太太啊 出去住了些日子 后来房子盖得了又搬回来了 一提老太太 秦琼有点揪心 您最近见着老太太没有 见着啊 老哥哥秦安经常领着老太太出来呀 门口也晒会儿太阳 老街就临着聊会儿天 对了 昨儿还跟我这买了几块炸豆腐呢 说老太太最近牙口不太好 想吃炸豆腐 灰白菜 秦琼一听我妈是爱吃这个 好嘞 承问承问 您多再回来 这不今儿刚回来吗 我还没家去呢 您赶紧家走吧 秦琼 秦叔宝 出了豆房 一领 傻小子 罗师信 兄弟 行了 咱们回家吧 问清楚了 问清楚了 这儿就是咱家 你说你傻不傻 连自己家都不认得 都到了家门口了 还有什么客气的 咱进去吧 秦琼心了纳闷 我们家什么时候变这样了 哪来的钱翻盖的房子 盖的大院子 倒叫我心中不解 有什么话进院子 咱们见娘 再说 咱们再说